这次呢 当Terry给我这次的主题叫Future Stars 然后到最后的一刻 我觉得还是拍这种群体的力量的这种方案 每一个人都是明星 未来在改变世界的力量 不是在于一个人的力量 而是在于集体的力量 我跟一顶 什么 O Future Stars 你 你可是无奉 全身的力量 你… broker 一说 一说 乱 领 这 我選擇的拍攝對象是以兩個方面的基準 第一個基準 這類群體必須是以地球最少的物質資源 和最大的精神力量和智慧 去創造的這種生活和生態和工作的方式 這類的群體 還有一類群體就是它們的特殊性和多樣化 共通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傳統文化的保留這塊 每個民族都應該不失有它的特色 就像我們在生物鏈中 或西武動物一樣 應該把它們完整地保存下來 因為這是我們的世界包容性、多樣性存在的一個世界 年輕的京劇學生團體 它們正是我們未來 扮演這種生物的多樣性 也是文化的多樣性的重要的一個群體 未來就是小人 是我們應該在這裏的群體 在這裡 波準 在這裡 我如果耳強 都在那裡 这次摇滚乐队符合了我这次沟通的主题 我把hip hop rockbilly和中国民乐结合在一起 把它们变成一个大伙和一个新式的乐队 其实这些乐队都是非常有歌情的爱 在他们甚至以前互相巧鼓起 然后互相不能接受对方的这种音乐风格 到现在把它们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屋子里 让他们共通,让他们交上朋友 然后这样的事情正是我未来人类所做的 就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 然后在个性当中大家又能团结协作 然后这是个人类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和平的未来 正是大家都不同,然后还能在一块沟通 因为必须每个人有个性大家才能协作 也是生物多样化的一个等比的一个比喻 人类的这种风格和行为方式应该是各具特色 才能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链 而共同地生存在一起 有机董场大家非常能理解为什么选择这个 它们去种乳基地 同样是劳作,同样是工具 但是它们为地球的这种正常的自然生长方式 做一个延续 然后呢拿到得到大自然的恩赐 顺应大自然的生长成长方式的这种未来 供给人类生活需求的方式 都是成为现在Future Stars的姑娘一样的 誰叫誰有賞 素食餐廳這個群體 當然這是北京唯一不做假肉食的素食餐廳 也就是說他們以不殘害動物為基礎 美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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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最大的智慧 也就是把素食怎樣才能做成最好吃的美食 各種各樣的 利用大自然的恩賜 然後賭予這個食物 美妙的含義和美妙的味道 那我覺得這個餐廳真的是非常的妙 那我這次Future Stars拍了這個外國人在中國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溝通 因為溝通才能沒有界限 因為其實國家在我的概念之中是沒有國家與國家的分別的 那這個就像土壤 還有空氣 還有河流 還有天空 都是沒有國家的界限的 那大家都是一提的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生活在這個球上 那環保設計師呢 他們用這種垃圾的然後進行再設計 用這種沒有工作的家庭婦女和失業者 來作為他們的工人 然後進行再生產再創作 與共進他們自己的生活 最近他們最魂馬的方式 我覺得是誰 關於回歸自然和找到最 不能說是最原始 應該用人類最智慧的方式 找到這種天人合一的這種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 生長方式 成長方式 是人類未來的一種最終的目的 在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